教学内容为地培们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阅说明书哦 圣湖安 这款游戏是由波多黎各衍生出来的作品 风格相似但规则较为平易近人 而且十分具有变化性 如果有想尝试波多黎各的地宝们 可以先来试试看这款游戏哦 游戏目标 圣湖安是一款一卡多用的游戏 卡片兼具建筑、金钱及货物的功能 并且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会不断地变更职业来赚取最多的分数 最后得到最多分数的玩家 就能赢得本次游戏的胜利 游戏设置 1.将5张职业卡一字排开 放置于桌面中央 2.5张价格卡洗混 面朝下放置于桌面中央 3.从排库抽出等同玩家人数的 燃方卡片 为本轮游戏的骑士玩家 拿取总督卡片 所有玩家都可以依序执行的动作 而特权只有选择该职业卡的玩家才能执行 所有玩家都执行完后 轮到下一位玩家重复上述动作 直到所有玩家都执行完职业后结束回合 现在回收所有职业卡 重新放回桌面中央 所有玩家确认手牌上限 手牌数不能超过7张 其实玩家将提督卡传给下一位玩家 开始新的回合 卡片介绍 卡片可以作为以下三种功能使用 1.当卡片视为建筑时 卡片左上以及右上的数字 为建造这张卡片的成本 中间为建筑名称 下方为触发时可以执行的能力 最下方则是游戏结束时 这张卡片能给予的分数 2.卡片视为货物时 当工厂建筑要生产货物时 从中央牌库面向下抽取一张 放置在该工厂建筑上方 该卡视为货物 用于交易时贩售使用 3.当卡片视为金钱时 玩家的手牌可以视为金钱使用 1张等于1元 用于支付建造建筑物时的成本 以及视为货物贩售时获得的金钱 职业卡介绍 职业卡有无种 以下将依序介绍 1.建筑师 当有玩家选择建筑师的时候 有选择玩家开始顺时钟依序执行 每位玩家可以从手牌中选择一张 便上上打出在自己面前 并支付相对应成本 之后只要达成触发条件 就能执行卡片能力 而选择这个职业的玩家 他的特权是在建造建筑时 可以减少支付一块钱 也就是说可以少弃掉一张手牌 注意 无论减免多少费用 建筑费用绝对不会低于0 若出现减免后 费用为复数时 直接无视该复数的数值 2.制造商 当有玩家选择制造商时 由选择玩家开始顺时钟依序执行 每位玩家可以选择一张 自己厂上已经建造的工厂建筑 并且上方是没有货物的状态 就可以让该工厂生产一份货物 而选择这个职业的玩家 他的特权是可以再执行一次生产 但一样只能生产在还没有货物的工厂上 注意 每栋工厂上最多只能有一份货物 若没有空的工厂时 就无法在这个阶段生产任何货物哦 3.贸易商 当有玩家选择贸易商时 由选择玩家开始顺时钟依序执行 并且翻开价格卡最上方的一张 作为本次货物贩售的价格 每位玩家可以选择将自己某一栋工厂上的货物 进行贩售 并依照价格卡上的价钱拿取对应的金钱 金钱就是卡片 而选择这个职业的玩家 他的特权是可以额外执行一次贩售 也就是说一开始该玩家贩售时 可以一次贩售两种货物 再轮到下一位玩家执行 到所有玩家执行完后将价格卡翻面 放入价格卡牌库最下方 不用重新洗混 注意 五张价格卡的顺序在过程中不会改变 并且如果自己所有工厂上都没有货物时 就无法在这个阶段贩卖任何货物 4.亿元 当有玩家选择亿元时 所有玩家从牌库中抽取两张 选择一张保留另一张弃除 而选择这个职业的玩家 他的特权是可以多抽三张牌 也就是说该玩家可以一次抽取五张牌 选择一张保留其余的全部弃掉 5.矿工 当有玩家选择矿工时 其他玩家不能执行动作 只有选择该职业卡的玩家可以执行特权 直接从牌库抽一张牌加入手中 之后结束行动 建筑物介绍 建筑物方面有分为两个种类 在最后计分时会有所影响 所以必须特别留意 1.工厂建筑 该类建筑有五种并且分成五个颜色 蓝色的染坊 白色的制堂厂 棕色的烟草厂 黑色的咖啡烘焙厂 灰色的练营厂 并且玩家可以拥有 复数张同名字的工厂建筑 2.城市建筑 该类建筑总共有24种不同能力的建筑 但颜色只有一种 米黄色 并且该类建筑牌相同的名字 只能建造一栋 并且建筑完成的当下 无法立刻发动该建筑的能力 必须在执行下个职业卡时才能使用 特殊建筑说明 起重机 这张卡能力可以改建自己厂上任一张建筑物卡 但不包括其重机本身 并且被改建的卡片会失去它的能力 以及上面的货物 教堂 在每次新的回合开始的时候 玩家可以从手牌选择一张放置教堂底下 视为奉献值 放置的卡片失去它的能力 但游戏结束时会作为计分使用 高塔 拥有此建筑的玩家 手牌上线提升至12张 三座纪念碑 纪念碑不具有任何能力 只能提供分数 并且不能建造相同的纪念碑 工会大厅 这张卡在计分时 只会计入工厂建筑 市政厅 这张卡在计分时 只会计入城市建筑 凯旋门 这张卡在计分时 玩家的每座纪念碑 依照数量获得额外加分 皇宫 这张卡在计分时 每获得4分就能额外再加1分 也就是说计算完自己所有建筑分数后 除以4就是皇宫最后所提供的额外加分 若有余数直接捨去 扩充建筑物 该扩充新增了10种建筑 外加1张大教堂板块 扩充建筑卡 卡面上有一圈紫色的外框 玩家在游戏开始前 可以决定要不要加入该扩充 此扩充与基本规则几乎相同 额外新增的大教堂板块 在游戏设置时直接放置于职业卡旁边 之后在建造建筑时 所有玩家除了手牌以外 都可以选择建造该建筑 建造后将此建筑放置于建造玩家面前 属于该玩家所有 并用于游戏计分时使用 特殊建筑说明 警卫室 拥有此建筑的玩家 手牌上限一样维持7张 但其他玩家的手牌上限下降为6张 但拥有高塔的玩家不受此建筑影响 公园 有此建筑的玩家 如果透过起重机改建该卡时 费用减免变成为6而不是3 海关 当有任何玩家执行一员职业时 玩家可以从排库面向下抽取一张 放置在该建筑上方 视为货物 并且可以在贩售过程时进行贩售 不过该货物无视价格卡的标价只价值2元 银行 在整场游戏过程中 该建筑只能执行一次 在其中一个回合开始时 玩家可以将任意数量的手牌 放置银行底下 视为存入银行 放置的卡片失去它的能力 但游戏结束时会作为计分使用 在每次贩售货物时 有此建筑的玩家可以将一张刚卖掉的货物放置港口底下 而不是把它放到气排区 上置的卡片失去它的能力 但游戏结束时会作为计分使用 弯底 瓷卡在计分时 玩家将自己三栋名字不同 但建筑成本相同的房子 视为一组 之后看总共能组成几组 依照数量来获得额外加分 大教堂 瓷卡在计分时拥有大教堂的玩家 会因为其他玩家所建造的六元建筑 而获得额外加分 但必须注意拥有该建筑的玩家 自己的六元建筑不会被计入加分当中哦 游戏结束 当有一位玩家在建筑阶段盖满12栋建筑时 并且此阶段执行完毕后 游戏立刻结束 进入计分阶段 现在所有玩家统计各自的分数 并填入计分表中 获得最高分数的玩家 就是本次游戏的胜利者 若出现平手 平手玩家加总自己手牌数量 以及工厂上剩余的货物数量 数量最多的人获得胜利 恭喜你会玩圣湖玩啰